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世界在美国新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下 记忆体晶片巨头们并未放缓脚步 反而加速角逐HBM3E市场 韩国媒体Cdaily于4月报道称 三星调整了HBM3E产品设计 计划今年4月想挥达大规模供应8H版本 另一家韩国媒体EBN透露 若进展顺利 三星12层HBM3E有望 5月获得挥达认证 SK海力士长期称霸HBM市场 但美光正迎头赶上 另一家韩国媒体Sysi Journal指出 美光三月已通过12层HBM3E验证 并开始交付支援挥达最新B300产品 该媒体分析认为 美光的DRAM总产能虽然不及SK海力士 但其10奈米Class 1B先进工艺占比更高 这让美光在产品质量上占优 尤其在HBM关键的散热管理方面表现突出 此外 记忆体晶片巨头也在加速推进HBM4竞赛 三星计划2025年实现HBM4量产 但其10奈米ECD RAM工艺尚未成熟 目标充满挑战 Business Korea则在早前提到 美光预计2026年推出HBM4 而2025下半年生产的HBM多为12层产品 两大巨头在技术升级上各有布局 未来竞争将更激烈 从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来看 就销售额来看 SK海力士今年一季度 在全球DRAM市场的份额为36% 三星电子以34%的份额排在第二 美光所占的份额为25% 海外媒体在报道中提到 SK海力士在今年一季度能超越三星电子 成为全球第一大DRAM供应商 是得益于HBM的强劲销量 在此背景之下 韩国媒体《朝鲜日报》近日报道称 三星电子4月对晶圆代工部门员工 发表内部招品转岗启示 计划将更多人力资源 集中到HBM记忆体的开发上来 据了解 此次提供岗位的部门 包括三星电子的记忆体制造技术中心 半导体研究所和全球制造和基础设施总部 招聘目标分别是加强竞争力 抢占下一代HBM市场加强研发 加强HBM和封装技术的领先地位 加强HBM和新产品的测量 分析和设备技术 三星电子目前在HBM领域处于落后位置 尚未获得向挥达批量供应HBM3E记忆体的许可 这大幅度影响了其在HBM记忆体中的市场占比和记忆体晶片业务盈利能力 三星试图在HBM4上扭转这一局面 即将在今年晚些时候面试的HBM4记忆体将在基础晶片中使用逻辑制程 在逻辑半导体方面 更有经验的晶圆代工部门员工进驻HBM团队 可强化在三星HBM领域的技术储备 但这也对三星晶圆代工业务的竞争力带来了影响 此外据海外媒体报道 在两年前OpenAI训练的生成是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ChatGPT大火之后 SK旗下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SK海力士也成了一大赢家 他们为辉达等厂商供应了大量的高频宽记忆体HBM 此前就曾有消息称 从2023年年底开始 他们就一直是辉达所需的高频宽记忆体的主要供应商 4月初也有海外媒体在报道中提到 在人工智慧领域需求强劲的推动下 SK海力士今年的HBM已被全部预订 明年的订单也将在今年上半年敲顶 由于HBM是将多层DRAM晶片垂直堆叠在一起 一种基于3D堆占工艺的高效能DRAM HBM的需求大增 也就推胜了SK海力士在DRAM市场的份额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出 SK海力士在今年一季度就超过了常年稳居第一的三星电子 首次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地RAM供应商 具体来看 权威调研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最新发表的 2025年一季度DRAM市场追踪报告显示 SK海力士以36%的营收市占率首度超越三星电子 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地RAM供应商 排名第二的三星 其市占率为34% 低于SK海力士约两个百分点 紧随其后的美光市占率为25% 其他厂商仅有5%的份额 SK海力士还预期 其营收与市占率的增长至少会持续到下一季 SK海力士在整个DRAM市场份额的增长 也得益于人工智慧 AI应用对于高频宽 记忆体HBM需求的持续增长 目前SK海力士HBM市场占有率高达70% Counterpoint Research资深分析师 John Kutroy也表示 这对SK海力士是一个里程碑 证明他们能成功供应DRAM 给对HBM记忆体需求持续强劲的市场 HBM是技术门槛极高的DRAM产品 能在早期就做好的公司 如今已经开始收割成果 Counterpoint Research研究总监Mess1指出 现在全球焦点都集中在关税冲击上 问题是HBM接下来会怎么走 他认为至少在短期内 该领域应该不太会受贸易冲击影响 因为AI需求依然强劲 更重要的是 HBM的最终产品是AI伺服器 而这类产品本质上是无国界的 Counterpoint Research预期 2025年第二季DRAM市场在各产品类别 与厂商市占方面将与前一季变化不大 长期来看 HBM市场成长的风险 来自贸易冲击所带来的结构性挑战 这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甚至萧条 目前美国的对等关税 虽然未将半导体列入未加征关税项目 但作为智慧型手机等产品的上游关键零部件 供应链一旦受扰仍将间接受创 印度积极争取成为全球半导体新枢纽 许多企业已启动在全球多地投资布局 不过 建厂周期长 资金与技术门槛高 短期成效仍待观察 Counterpoint Research研究副总裁Peter Richardson表示 半导体产业冲击可能延后一季度浮现 这取决于目前的库存水位 展望未来 从苹果iPhone到汽车SUV的售价 全面上调 恐难避免 对科技与汽车企业高层来说 短期波动是不可免 唯有持续聚焦创新 发展 A.D.A.S 自动驾驶 与次世代晶片技术 才能于长期净局中胜出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 关税或许是一种谈判工具 但从经济永续性角度看 通膨压力 恐迫使政策短期内修正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